我提醒觀眾朋友 上個禮拜二9月28號 行政院長蘇貞昌去做施政報告 然後接著總質詢 被打斷杯葛 上禮拜五杯葛 昨天禮拜二杯葛 國民黨杯葛了三天 立法院浪費了三天的時間 昨天朝野協商的結論是什麼 後門要晚半小時開 三天的時間 搞了半天是糾結在開門時間 那三天的時間 你現在回過頭去看 不就是一場鬧劇嗎 你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你就是要讓這個政府整個空轉 你不讓議程進行 好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禮拜五等著看 看國民黨會不會遵守承諾 讓這個總質詢順利進行 可是你類似這樣的做法 請問一般的 不要講年輕選民 一般的選民他們會支持 他會覺得說 國民黨這樣做好棒棒嗎 你有強力監督民進黨 他們會有這樣的看法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他們只會覺得 你現在是亂鬥一出 我怎麼看不見 所以朱立倫如果說 我知道朱立倫有他迫切的危機 他現在對內的領導威信不足 特別是你看馬上這麼多人反彈 他的秘書黨任命 還有一些黨工的任命 大概基本上黨內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他對內領導威信不足 所以他現在大概只能用兩招 第一招走深藍路線 先把這些最深藍的人數雖然不多 但是聲量最大的這個族群 先把他扣過來 扣過來之後變成他的一個鐵位隊 以後誰敢罵他就會有人去出征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招呢 就是要拿陳柏惟記棋嘛 因為他認為他需要一場勝利 所以為什麼朱立倫會自己親自到臺中去 原因在這裡 那可是問題是 你不管是籠絡深藍 或是說要去罷免一個不應該被罷免的立委 最後都會形塑成一個形象 就是國民黨你現在是在玩焦土政策 就是反正我得不到我就把你搞爛 在搞焦土 搞焦土的政黨 也許會對執政黨會造成困擾 但是你絕對沒有辦法得到大多數的人支持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你照這個路線走下去的話 不要講說2024重返執政了 恐怕明年縣市長選舉 你都會選得非常的辛苦 也許在議員部分 他可以靠他的基層組織 但是縣市首長的部分 我覺得國民黨恐怕都會選得很辛苦 是的確 我們看到朱立倫說要推出這個同舟計畫 要號召什麼三十萬同志 回國民黨的大家庭 恐怕這艘船還沒開出去 已經在漏水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的臺北市員游淑慧 他最近就扮這個詭異娃娃 跟柯P一起拍影片 演魷魚遊戲 偷偷移動撿地上紙牌 柯文哲差一點就出局 全球爆紅影集 魷魚遊戲的情節 北市府前真實上演 仔細看黃色衣服橘色吊帶群 這關主不是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嗎 原來因為和劇中123娃娃神士 特別被找來幫忙宣傳熊好卷 在艷陽高照底下 那個太陽很赤眼 可是導演要求我要那個張大眼睛 然後眼睛不能眨 然後還要轉眼珠子 表情不能動 所以錄到一半 我已經淚流滿面了 變成那個流淚魷魚娃娃 好 我們看到這個 游淑慧跟柯P一起拍影片 其實在過程當中 柯P是笑得不頂不動 如果對照 最新的一個民調顯示 民眾黨超車國民黨 來蘇陪 朱莉倫看了不會緊張嗎 當然會啊 柯文哲在議會對於游淑慧議員的質詢 因為游淑慧算是國民黨議員裡面 質詢柯文哲最用力的 他是氣得不頂不動 不過昨天為了去這個 蹭這個魷魚遊戲的聲量 他可以找他的發言人去請游淑慧 然後來拍這個影片 他當然要蹭這個聲量 在網路上蹭聲量 對游淑慧來講這麼好啊 這個兩個人一起趁聲量都提高 不過對朱立倫來講 這就很尷尬嘛 這個從台灣民意基金會的 這個民調看得出來 就是說朱立倫雖然已經當選 國民黨的黨主席 他對於柯文哲蠶食 驚吞國民黨這件事情 他也有所防備 但朱立倫當選之後 還是繼續走偏風 還是在召喚孫中山的信徒 孫中山的30萬信徒回來 也都是老國民黨 也都不是年輕的國民黨 那台灣民意基金會非常清楚 柯文哲的支持者是年輕人 所以他要去補國民黨的年輕這一塊 所以他把游淑慧找來 雖然游淑慧可能在拍片的時候 也對他不爽 他也對游淑慧不爽 但沒有關係 他們兩個人互相都蹭到聲量 但他們可以去共同 去蹭國民黨往這個偏風靠之後 浪出來的中間那一塊的支持者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朱立倫當選之後 他講說他今天到了國務經驗館去 跟孫中山去行李 我就不曉得他到底有沒有搞清楚 現在國民黨之所以被年輕人所唾棄的原因 絕對不是因為孫中山 而不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孫中山的精神 而是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更需要知道郭台銘而不是孫中山 對不對 所以就有一個年輕朋友講啊 前兩天在講這個孫中山跟約飛的議題的時候啊 他就講他覺得臺灣年輕人現在應該要知道 郭台銘比知道孫中山更重要 因為郭台銘對臺灣的經濟貢獻 比孫中山還要來得更大 可是國民黨完全去背棄這個東西 然後反而把孫中山拿出來 然後要去修理民進黨 說民進黨反中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失去了 我認為朱立倫知道 但是朱立倫沒有辦法 因為張亞中在後面把他穿著 所以他只好現在先走偏風 藍營比較年輕的 包括徐曉昧或郭淑瑋 反而比較知道現在年輕人需要什麼 所以他們寧可去跟柯拼一起玩遊戲 可是我要講 這個對他們來講都是蹭聲量 但這兩個人敢站出來說 你這樣做不對嗎 他除了退群組 他退群組是為什麼 他退群組才不是因為朱立倫往生難靠 他是不高興 他這個不高興 他只是不高興在心裡 他不敢講出來 許曉昧 郭淑瑋講的這東西是什麼 是你朱立倫在做這個黨務職務分配的時候 在任用的時候 都任用你自己人嘛 雖然你去跟孫中山鞠躬 但你任用的文廠會主委任用的這個林濤 林濤是他自己人的 是他完全的自己的人 然後三十一歲對黨務的運作 也沒有太多的貢獻 只是你朱立倫不管到哪裡 他都跟著你 你就把他安排在文廠會主委 那對徐曉昕 對游淑瑋這種站在第一線 為國民黨不管好壞 都要背書 都要幫國民黨講話的人 對他來講情何以堪 所以我認為這個徐曉昕 游淑瑋只是講出國民黨 長期以來的文化 就是有關係 你就拿得到位子 你如果沒有關係 你靠著你自己的力量 你自己很認真的在表現 很認真的在幫黨捍衛的時候 你不會被你的上面的主管看到 這個現在藍營在台北市議會的黨團 到底有沒有在強力柯文哲 還是跟柯文哲好像關係不錯 是不是 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是有一點兩難 當然就是說知道柯文哲 不是一個良善的人 柯文哲 就是因為覺得國民黨走偏風 所以他佔國民黨那個位置 想要拉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有很多的支持者 已經偏向去 偏向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國民黨的很多的議員 雖然不認為柯文哲做的是對的 但他也不敢正面出來啊 因為他有很多的支持者支持他 所以他們很用力的 而且柯幣也都是在砲打中央啊 這個都是對他們藍營的胃口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時 現在目前其實都還在變 這個動態的變化當中 但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個民調做出來 他的意圖非常明顯 就是還是要搶藍營機 走偏風之後 浪出來的那個中間的路線 被民主黨吃掉了 是他繼續要吃 但會不會被吃掉 還是要看朱立倫嘛 但朱立倫現在做的方法 還是一樣走偏風嘛 還是要去吸取這個孫文的 朱立倫回防 有辦法防得到嗎 那個重舟計畫 是不是看起來漏水當中啊 我認為啦 這些人就算是回來的 然後呢 這些人回來的人 也都是六十五歲的老國民黨 這些老國民黨 根本不用繳黨費 你知道嗎 他這一次本來就都可以投票 只是他沒有出來投而已 所以你繼續去號召這三十萬人 你號召不到年輕人啊 國民黨現在只有三趴 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這件事情 國民黨朱立倫要怎麼解決 沒有解決啊 他任用的林濤 林濤不知道年輕人 不知道什麼 真正知道是徐曉星 是遊俗會 你為什麼不把他們找來 讓他們講出真正的內心話 所以遊俗會就講啦 就講說 其實他們很多的幕僚是在第一線 做政治服務 他們其實非常知道政治的動態 跟這個民眾的需求 但黨中央從來沒有聽他們的話 只有要這個出苦力的時候 讓他們站在第一線 但真正在任用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用到他們有新意嘛 全部安排的人就是像林濤這種啊 裙帶關係的人上去嘛 國民都這樣怎麼會拚 當然就是讓柯文哲有機會嘛 柯文哲你看我們有一個這個 之前講的有一個五十 爸爸跟他已經在台北市議會 服務了五十三年的老議員 他就講嘛 朱立倫有把我們看成是國民黨嗎 沒有嘛到現在都沒有來詢問過他們嘛 這個人會跑去哪裡 是不是跑去柯文哲這裡 這就是柯文哲的空間嘛 來來 朗東怎麼樣看這份民調 柯文哲看到了 會不會笑到賣賣賣賣 同時我們看到朱立倫同舟計畫 顯然漏水當中 朱立倫先四面楚歌 哪四面呢 習近平 張亞中 柯文哲 再加上郭台銘 為什麼這樣講 首先他先用客店的方式 把原本的國民黨的九二共 是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都去掉嘛 然後對方說同謀孔一太不敢吭聲 他先搞定了習近平 在習近平當小弟 搞定了這一面 但接下來非常多問題 包含張亞中 為什麼張亞中四個問題呢 黨員投票裡面張亞中六萬票 這六萬票是沒有組織 自發性的去挺張亞中 所以為什麼朱立倫要弄一個同舟計畫 因為張亞中也弄了一個辛亥計畫 辛亥打同舟 都是說要去徵召黨員 為什麼要徵召黨員呢 因為這個黨員就會影響到 接下來在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能不能坐穩 你現在顧雲倫的這個統治基礎 是在於說 地方派系認為他對於地方選舉有幫助 如果他在四公投 如果他接下來的罷免當中表現不利的話 地方派系覺得 哇 這個二零二 這個二零二六 明年這個選舉 可能朱立倫幫不了他 全部散光了怎麼辦 然後像張亞中 現在他要跑三百多個鄉鎮 去拉黨員進來 所以朱立倫也不甘事做 也要弄一個什麼同舟計畫 可是比起來辛亥行動好歹可以跟中華民國 成立有一些關聯 對於辛蘭的老黨員 孫文的信徒來說的話 張亞中吸引力 可能還是比朱立倫的同舟計畫還高 然後更包括的是說 他去找黃建廷去當秘書長 這很顯然的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他覺得黃建廷跟郭台銘熟嘛 既然跟郭台銘熟的話呢 接下來郭台銘就可以勸退郭台銘 或郭台銘有什麼需求 郭台銘有什麼子弟兵 想要加入國民黨的朱立倫可以去做安排 這也是為什麼郭淑惠要跑出來覺得很不滿 因為郭淑惠或是徐小青他們就擔心 你朱立倫這樣搞一下用31歲的 一下找郭台銘的人 那我們這些為國民黨打拚的人算什麼怎麼辦 那郭淑惠他平時罵柯文哲罵得很兇 結果柯文哲找他合拍影片 哇馬上就出來 這證明說其實對於台北市的選情來講 藍白他們這些選票互通的 那是意思說如果說柯文哲 他去找這個簡素培議員的話 簡素培會答應嗎 不可能 你認真監督 柯文哲的人是不可能跟著他去吵這種網路聲勢 所以證明的是說國民黨 他在臺北市議會表面上監督柯文哲 事實上的話其實也是要吸民眾黨票 所以最後來看 為什麼這柯文哲現在要笑嘻嘻 因為在整個溫度上面來看的話 好感度51%以上 然後這個民眾黨是28.9 國民黨是25.2 國民民眾黨已經超車國民黨 在反感度就是49以下的話 也是國民黨的反感度是32% 然後民眾黨的反感度只有26% 所以從這兩個數據來看的話 這個民眾黨顯顯有一個超車的這個趨勢 尤其是朱立倫在這個四面楚歌夾擊之下 很有可能的話整個國民黨一步步就被民眾黨蠶食禁吞 來這個美美姐 所以看起來柯必果然現在的形勢 是對他相當有利 我先講朱立倫的問題在於哪裡 剛剛朗東講了他四面圍攻 他想四面討好 可是結果是什麼他自相矛盾 他把這一些他認為是對手的人 把他無限放大 可是他忘了其實他是要在台灣 你都要拿到執政權 你要面對的是年輕的一代中間的一代大多數的民意 可是你面對的是這些人 你把他們無限放大結果是 你看了眼前那個小土丘 你放棄了整個大山 而且越周越偏 為什麼這樣講 你想想看 他為了要應付習近平 當他講說把中國霸凌台灣 兩岸關係嚴峻 說成是民進黨政府的反中抗中去中 那我請問你 中間選民會接受嗎 絕大多數台灣的選民會接受嗎 尤其是天然讀天南台的年輕人會接受嗎 你就註定失掉年輕人 你搬孫中山來有什麼用 不要說一般人根本很陌生嗎 你這個搬孫中山先生來 你是在召喚老的孫來嗎 你就算年輕人聽到孫中山的故事 我只要講一個啦 孫中山如果說讓人家有一點感動的是 那時候他們是因為年輕的知識 他們願意來反抗 他們想改革他們理想 可是朱立元你領導國民黨有理想嗎 你看到什麼你看到的是朱立倫 在面對中國強權霸凌的時候 是膝蓋比誰都軟 你看到的朱立倫是 面對謝謝坐在我對面 全黨一個最大在野黨打一個小黨 然後你跟誰妥協 你跟嚴家在地勢力妥協 你跟傳統勢力妥協 你讓年輕人怎麼來看待你 好你許年輕人一個什麼未來 你提拔的年輕人居然是你自己的幕僚 所以黨內都不服氣嘛 年輕人看到什麼 你知道年輕人想什麼嗎 你知道台灣人民想什麼嗎 朱立元我告訴你非常簡單 我們只想在我們自己自由民主的土地上 能夠安居樂業 我們要維護我們的生活制度 我們要有一個有夢的未來 可是我請問你 你領軍之下的國民黨 你向深南靠攏 你向中國共產黨屈膝 你戈備往內來擋 捍衛台灣主體的民進黨政府 我請問你 沒有了國家安全 沒有了國家主權 我們還有什麼 所以他這個同舟計劃 老實講白忙一場嘛 你票不會增加 支持也不會增加 這個最大的諷刺是什麼 你跟台灣都不同舟了 誰要跟你同舟 你講的那現在不是背離 2300萬年的主流民意嗎 我們也不過是要我們繼續 我們的生活方式 你跟中國共產黨妥協 你不就是要把台灣葬送給中國共產黨 我問你誰跟你同舟 你這是莫名其妙 然後你的坦白講 國民黨枉廢他一個大黨 那個腦袋實在是不如柯文哲 我從來沒有覺得柯文哲很厲害 但是我在講 尷尬你真的不如柯文哲 為什麼很簡單 柯文哲他過去兩岸一家親 他現在也沒話說啊 因為他知道台灣的主流民意在哪裡 不像你朱立倫傻傻的 你們一副跪求習近平的賀電那樣子 那他回電又不倫不類 好 再來 同樣都是搗蛋 你國民黨就全五行 這邊杯葛了三天 就要開後門半個小時 對 你覺得台灣人民會怎麼看 我告訴你 一般的中間選民 你這是浪費公堂 你摸什麼樣 你就是給難看 你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我們要的預算案 你們有討論嗎 你卡著 好多的政策要進行被你卡著 對不對 然後民眾黨這時候要繼續消遣你 你看我們質詢機會 又被你弄掉了 好 那明明 坦白說 柯文哲 我很希望他不頂不動 但是嘴巴最好不頂不動 壞事少做一點不頂不動 台灣最近 我們單單來講 台北市多可憐 疫苗打不到 對不對 不是你的無能嗎 可是你看柯文哲就非常感聰 他說什麼 反正就再講 轉移一句話 為什麼跑到台中打疫苗的 還要被罰 人家美國還送人家疫苗 明明是給了你疫苗 你不好好分配 可是他非常知道 怎麼製造鯊魚理論 而且出包了 都不是他自己出來講 都叫副市長出來講 副市長出來講 對不對 好事柯文哲 壞事就別人單 然後轉移責任鯊魚理論 可是國民黨不會這個樣子 國民黨你就是白刀子進 紅刀子出 你就擺明了 你阻礙台灣的施政 民進黨政府執政 你就為了那個嗎 然後你罷免陳柏惟 你沒有正當性對不對 然後你面對中國 你膀胎又軟 然後對年輕人來講 我沒有有夢的未來 我拉的是自己人 連你黨內人都不服 所以你以為你面面討巧 可是你左手打右手 你自相矛盾 那最重要的是 你根本忘記了 一個在野黨 最重要的 我也不要求你多一點 你至少要先對國家忠誠吧 你至少要對在野黨 你會想監督執政忠誠吧 可是在這兩點上 對不起國民黨 你完全是零分的分數 所以為什麼你的情感溫度 比民眾黨還低 可是民眾黨 你也不用太高興 因為我覺得大哥二哥差不多 因為都是五十分以下 人民其實都不滿意 那這兩個在野黨要想想 照道理說 執政黨有執政的包袱 民眾是會用比較嚴格的眼光 來要求 可抨擊處也比較多 在野黨照道理說 你會有比較好的發揮空間 可是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兩個在野黨 通通沒有到五十分 現在民眾最主要的 這個切身之後 就是疫苗 明明是有 但是卻打不到的情況 來蘇陪 為什麼臺北市會出現 咪咪中央給他十二萬劑的疫苗 結果他只開了七點二萬 很多人想說已經有了 結果預約竟然額滿 對 而且他的講法 柯文哲的 柯文副市長的講法是說 他即將要留給六十五歲以上 打AZ的民眾 因為我們知道七十歲的民眾 比較多都是打莫德納 但六十五歲以上有打莫德納 也有打AZ 但因為現在為了避免 莫德納跟AZ混在一起打 所以六十五歲打AZ的人 就沒有打 所以他要把十二萬劑裡面 扣了五萬劑起來 準備要給六十五歲打AZ的人打 但我覺得這根本亂七八糟講 因為你打第二劑打的多少 中央都有 根據中央他就會一一的配給你 所以現在六十四歲到五十歲的人 就是臺北市需要打第二劑的 大約就是十二萬 所以中央就是配十二萬給你 就是給這一群人 六十五歲以上打AZ的 中央如果開放之後 他會另外再配給六十五歲的 所以他擅作主張 是嘛 他為什麼要擅作主張 因為要造成恐慌 柯文哲講過什麼 他說第一個 他之前講說 很多人沒有涉及到臺北市 都來臺北市打疫苗 大家還記得嗎 說臺北市很多都是沒有涉及的 然後中央虧對這個臺北市 所以臺北市很多民眾沒有打 結果事實是這樣嗎 這一次的預約 五十歲到六十四歲的預約 很多我辦公室接到電話之後 都幫忙 都幫忙協助去新北市預約 所以臺北市自己有疫苗 卻打不到 原來就是副市長把他扣起來 扣起來 為什麼 因為要造成人民恐慌 造成人民的仇恨 去仇恨中央 因為中央沒有疫苗 我們新北市也約不到 是啊 所以今天 我新店也約不到啊 所以今天 搞完雙北市大亂 今天市長副市長到議會來講 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說 到底臺北市現在有沒有缺 缺疫苗 我們到預約上面為什麼都缺 約不到 我們到底有沒有欠疫苗 結果你知道市長怎麼講 我們缺莫德納 那AZ咧 我們五十歲到六十歲 要打AZ的人 我們就是打第二劑AZ的人 我們沒有要打莫德納啊 那為什麼約不到 市長講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就是讓人家覺得 不是我們故意黑他嘛 就是說 在整個防疫的過程裡面 你到底有沒有同島一命 你希不希望臺灣人民好 看來沒有 沒有疫苗的時候你罵中央 有疫苗的時候你卡中央 我實在搞不清楚 他到底他心裡的盤算是什麼 唯一有一個盤算 柯文從去年到現在 疫情發生到現在 他什麼時候聲量最高 支持度最高 就是今年五月十九號之後 我們疫情大爆發 他因為一直罵中央嘛 所以他的聲量就大高嘛 現在開始疫情和緩了 他的聲量開始變低了 支持度開始變低了 所以他開始幹嘛 他告訴大家 打完第二劑不用戴口罩 不用戴口罩 臺灣會變成怎樣 會變成以色列啊 會變成新加坡啊 我們確診會一天多三千個啊 這個時候柯文哲會什麼 很開心 因為他又可以拿病例去丟陳時中 去丟石松糧 他的知名度就會起來了 無時無刻都想要去創造聲量 想要去砲打中央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的市長 想選總統 我們的副市長想選市長 所以整天的政治操作 整天的市政操作 都變成政治議題 拿來政治操作 大家苦苦在等的疫苗 大家寧可戴著口罩 即使打完兩劑 大家還戴口罩 大家知道我們要珍惜台灣的防疫成果 但柯文哲不讓我們打疫苗 柯文哲要讓我們仇恨中央 到今天我們剛剛錄影前 我才從議會離開 柯文哲對這一件事情 還講不清楚還說不明白 而且另外他不是說50到64歲 疫苗沒有嗎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從明天開始 我們有一個特殊的門診 是AZ的 開6000劑 6000劑要給特殊門診打 是只要你65歲以上的人不用預約 你都可以打電話去診所打疫苗 大家就會覺得很怪 這是給誰打的 給誰打 對 給誰打不曉得 好心肝嗎 而且這些疫苗是怎麼多出來的 因為這些疫苗是快要過期的疫苗 為什麼 如果你按著中央的規劃步驟 配發的疫苗給 給該打的對象去打 別的縣市 你說內B6000劑是快要過期的 對啊 其他縣市都沒有快過期的疫苗 其他縣市每一個年紀施打的疫苗都足夠 為什麼只有台北市不夠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美麗所知嘛 所以你看 昨天朋友 Kita來看 我們 auch下次再見